浪漫医生金师傅二接续第一季的好评 自开播以收视率就节节攀升 创下超高人气于好口碑 被多剧迷封为医疗神剧 去年有粉丝巧遇寒时归 师傅亲口证实将拍摄第三季的消息 后续更有没报道安笑谢也将回锅 让许多剧迷都超级期 Photo from SBS浪漫医生金师傅二有欢笑有泪水 除了有精彩的聊剧情 剧中传达的人生理念也很值得深思字 而演员们出色的表现更起了加分作用 其中是金师傅的韩石归 更展现了出道37年所累积的深实力 不但完美诠释了该剧的灵魂人物 也带领为年轻演员成功打造出好作品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浪漫医生金师 2016年播出第一季 由实力派演员韩石归 刘衍熙 徐震等出演 大结局以24.7%的收视率创下新高 在当时得很高的评价与人气 之后官方继续推出第二 一样由韩石归领军 与李圣经 安孝谢合作主演 结局再度创下27.1%的佳季 不少剧迷都敲碗希望金 副系列能拍下去 没想到还真的等来了第三季 消息啦 Photo from Biku去年4月 有韩网友分享了 巧遇韩石归的 即透露金师傅 三将在11月拍摄 该网友写道 演员韩石归来了瓦干净的外貌 加上斯文的语气 真的很帅气 还问是不是为了拿签名 而吃完饭还等着 完全被迷住了 听说今年11月开始拍摄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 对等待浪漫医生的人来说 是个好消息呢 可惜的是 后来到了11月 也还没有金师傅三 开拍的消息 QQ Photo from Never 而去年9月也有韩媒报道 除了韩石归 安孝谢也将回过第三季 不过后来SBS持保留态度回应 《浪漫医生金师傅第三季》 还在讨论阶段 演员阵容还没有确定 韩石归与郑友美合作的JTBC新剧 《直到天亮杀清代》中 最近也正在讨论与金瑞亨主演 JTBC新剧《金天壳》 有点辣 而安孝谢在社内相亲之后 也传江宇全 兵江勋合作韩版《想见你》 感觉近期内很难看到 石归和安孝谢在金师傅三合体啊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Instagram 不过韩石归对师傅深有感情 之前就一直表达了对第三季的心 而导演刘仁直导演 编剧江恩经作家等制作 似乎也很有拍摄第三季的意愿 网友纷纷表示 个大发 桂球第一季 第二季演员何体出演啊 想 徐玄镇跟刘衍熙回归 金师傅真的是人生韩剧 女主角找石力派新人 感觉会很不错 期待浪漫 升金师傅三赶快官宣 不要让剧迷们等太久拉响 更多浪漫 一升金师傅专属 绿镜逆光之吻合集 造为美吻戏又发心动精师傅二 根本可以组团出 李圣经X3笑谢X精明 在各个隐藏实力派立刻来发楼 们的Instagram KDaily